最近的热搜一个接一个,大S和汪小菲离婚的热度还没退去,习米华事件又频频霸占热搜榜。 周超华外号习米华是娱乐圈大亨,近日,习米华因开设赌场犯罪而被警方依法批准逮捕了,习米华因涉嫌在中国境内开始赌场犯罪,警方发布通告督促习米华尽快投案自首, 还能争取宽大处理,这个消息刚一出来,各大网络平台瞬间沸腾起来,网友们在惊讶的同时也纷纷表示,习米华也有今天呀,有不少网友表示关心习米华出事了,那习米嫂怎么样了呢? 大家都知道,习米华经营的行业非常的多,而在这么多行业中,习米华做得最好,最出名的要数电影投资人了。 在业内被称为娱乐大亨,可见习米华在娱乐圈的名气不小,要说习米华的感情史,那也是出了名的。 众所周知,习米华的老婆大家称之为习米嫂,习米华和小三刘碧莉相处了五年之久,并且小三刘碧莉还为习米华生了一个, 儿子和三个女儿正房习米嫂得之后,便和习米华闹离婚,习米嫂这一闹,却让习米华果断和小三刘碧莉分手。 据说后面还给刘碧莉三个亿的分手费,习米嫂大获全胜,重新挽回了婚姻。 不得不说,习米嫂也真是太厉害了,为此大家都夸赞习米嫂能力卓越。 据网友爆料,近日习米嫂迎来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,习米嫂在游艇上高调为自己庆生,戴着墨镜的习米嫂非常的气派。 后面习米嫂还换了场地和闺蜜一起过生日,六岁的女儿也是罕见出镜,习米嫂可谓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呀。 据知情人爆料,习米嫂和老婆习米嫂在前几天刚刚办了离婚,据说是为了保住财产。 而就在习米嫂出事的当天中午,习米嫂还和网友聊天互动,发文谈感情问题,一点也感觉不到她刚刚经历婚变。 也有不少人猜测,或许是习米嫂,还不知道习米嫂出事的消息,不然习米嫂也不会这么淡定和网友聊天。 关于离婚的消息是真是假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 还是一起等待官方发布消息吧。 对此,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吗? 欢迎留言评论,最后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。